我有些兴奋地看着手机,再过五分钟我这个月的工资就可以到账了。 可过了许久,身旁的工友们早就收到了工资,只有我还在眼巴巴地等着,与我关系好的工友小声提醒我道。 最近我经常能看到沈默默是从经理的车上下来的,你以后避着点他,我怕他给你穿小鞋。 沈默默和我是同一批进的工厂,因为家里贫穷,我高中读了一半就辍学出来打工了。 沈默默则是学校里老师们重点的关注对象,逃课打架顶撞老师,所有能违反学校纪律的事情他全都做了一遍。 终于,在又一次被抓到逃课后,沈默默被学校劝退了,原本我和沈默默被分到了同一个宿舍,关系比别的工友还好上一些。 每次下了班后,沈默默总会喊着我出去玩,可我已学习唯有一次又一次拒绝了他。 其实我也不是不想去,实在是家里太穷了,把大半的工资给父母之后,剩下的钱只够我吃饭的了。 我哪里还有多余的钱出去玩,沈默默每次都会半夜喝得醉熏熏的回到宿舍。 不止一次,我都看到工厂里其他男人会用下流的眼神看着沈默默,我小心翼翼的提醒过他,可他却勃然大怒。 林雨薇,别人看不起我就算了,你家这么穷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我,整天就知道趴在那里看网课,结果考出来分数也就那点。 你整天摆出来这幅清高样给谁看,真是又穷又矮装,曾经沈默默问过我家庭的状况,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告诉了他。 因为被人针对,我们原本开的蒸蒸日上的小卖部被迫关门,仓库里堆积的吃的也全都发了没或是被老鼠偷吃了。 可以说是一夜之间,我们家变得负债累累,为了减轻父母的重担,我就早早地出来打工帮家里还债,我以为我们两个人是朋友,所以我才将内心最脆弱的地方讲给了他,没想到却变成了沈默默向我攻击的利润。 那天以后,我搬到了别的宿舍,路上看到了他也总是绕道而行,我们两个人早就没了关系,所以公友说完之后, 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,在下班后,我找到了给我们发工资的王会计,王会计皱眉说道,经理告诉我你损坏了工厂一批原料,他让我把那个钱从你的工资里扣除,你有什么意义就去找经理谈吧。 这一刻,我如坠冰窟,工厂确实因为工人失误损坏了一批原料,可当事人并不是我,而是沈默默。 我闯到了经理办公室,但入墓地却是经理和沈默默拥吻的场景,被打断了好事。 经理不耐烦地说道,谁让你进来的,现在是下班时间了,有事明天再来找我,父母还等着我的钱,我哪里还能等到明天? 可经理和沈默默如今是这种关系,就算我把事情全都说出来,经理也一定不会站在我这边。 我咬了咬牙,想要去找总经理上报这件事,可总经理哪里肯见我? 直接让保安把我从外面给丢了出去,我茫然无措地站在工厂外。 突然,一道女声从我的身后响起,我转过身,却发现是沈默默一脸得意地站在我身后。 我强压着满腔的怒火,质问道,这一切都是你做的,你为什么要这么做? 沈默默没说话,而是质得意满地从包里拿出了一台最新款的手机。 工友曾经艳羡地说过,今年的最新款手机早就被抢疯了,价格比最开始高了不止一倍。 我有些疑惑地看向它,不明白它这是什么意思。 这个手机,就是用客扣你的那些工资买的。 其实那批原料坏不坏不重要,是谁弄坏的也不重要。 重要的是,我说那是你弄坏的。 这下我彻底压制不住内心的怒火,想冲上前和沈默默扭打在一起。 沈默默却不慌不忙地指了指接对面的车。 我认出了车牌,那是经理的车。 他这是在警告我,如果我今天动了他,明天我就会被炒鱿鱼。 这份工作虽然累,但是比其他工厂的工资高出不少。 我不敢也不能失去这份工作。 我冷笑道,沈默默,我真是小看你了。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经理的女儿都和你一样大了吧。 和一个可以当自己爹的人在一起,你做事可真是没下线。 沈默默的面色一冷,眼神锐利地朝我看来。 林雨薇,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富高高在上的样子。 跟经理又怎么了? 至少他能给我钱,难不称我像你这样跟条狗似的连属于自己的钱都要不到。 说完,沈默默扭着身子就上了经理的车。 我苦笑着垂下眼眸,平复了下自己的情绪后,我给父母打去了电话。 今天不仅是我每月发工资的日子,也是那些债主上门讨债的日子。 电话声响了许久,母亲才声音微颤地接起了电话,听到电话那头的杂东西的声音。 我失声道,那群人是不是又去找你们麻烦了? 我马上把钱给你转过去,你让他们赶紧走。 我只给自己留下了一百块钱作为这个月的伙食费,剩下的钱全都给父母转了过去。 反正一个月过得很快,吃上两箱泡面就过去了。 一阵兵荒马乱过后,我才听到那群人骂骂咧咧远去的声音。 父母愧疚地说道,小薇,是爸爸妈妈没用,委屈你了。 父母的话让我心里一酸,我强压着内心的酸色安慰了他们许久。 父母因为身体原因,不能再出来从事太过辛苦的工作,所以他们一直很愧疚。 觉得如果不是他们,我还可以继续在学校里无忧无虑地读书。 要说我心里没有落差感是假的,可父母从小到大对我几乎可以说有求必应。 如今家里出了事,我不愿意做缩头乌龟。 挂断电话后,我在街道上一个人走了许久。 直到傍晚,我才搬着两大箱泡面慢悠悠地回到宿舍。 等我到宿舍楼下的时候却惊呆了,只见这里全都被豪车围满了。 围守的男人看到我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起来。 林雨薇,我总算找到你了。 我有些惊恐地朝后退了一步。 不是吧,沈默默这么快就找到新的夏家来教训我了。 就在我思考着对策的时候,男人一把将我抱着的泡面给拿走了。 男人面露嫌弃地说道,你爸妈是不是虐待你,他们居然逼你吃这些垃圾。 你告诉我,我帮你教训他们,我当即救脑了。 下意识地反驳道,泡面怎么了? 还有我爸爸妈妈对我很好,不需要你这个外人来指指点点。 我原以为男人会反驳回来,可我等了许久,男人始终都没有动作。 我偷偷抬眼望去,发现男人的眼睛红了一圈,男人紧紧地抿着唇,面上似有千言万语要说出口,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。 突然,一道女声尖锐地从我身后想起,这不是誓死不从的林雨薇吗? 这么快就找到下家了,不过你新找的这个男人看起来不太行啊,瘦得和戏狗一样,不会比你还赢弱吧? 还有这车,花多少钱租来的啊? 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虚荣了? 沈默默嘲讽地绕着车走了一圈,最终得下了这个结论。 原本他还想继续说些什么,但看到男人投来冷力地目光后老实地闭上了嘴,看着两人的动作。 我微微一正,原来男人不是沈默默找来的吗? 可沈默默老是不过三秒,扭着身子走到了男人面前。 她抛着眉眼,娇称地说道,这位先生,你看上林雨薇那丫头什么了? 她有的我也有,她没有的我还有,你看我怎么样? 男人眉头一挑,低头看向了沈默默,她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了,之前工厂里也有过追求我的同事。 一旦到了第二天,无一例外他们的身边都跟着沈默默,沈默默长得本就明艳,眨着眼睛看人的时候里面似情一缠绵,让人心动不已。 我整日里穿着宽大的工作服,半张脸被黑矿眼镜挡住。 如此对比之下,如果是我我也会选择沈默默,她想用这种方式羞辱我,可我并不在意这些。 就在我和沈默默都认为男人也会如此的时候,男人却毫不留情地推开了沈默默,她面露嫌弃地说道,你身上廉价的香水味都快臭死我了,别贴我这么近,化妆技术这么烂就别出来吓人了。 你脸上粉卡的我还以为是在这里和面呢? 看着沈默默面上一阵清一阵白,我没忍住笑出了声,自从我认识她这么久以来,就从未见过她吃瘪,如今一看,笑得我脸都有些酸了,沈默默愤恨地瞪了我一眼,当即跑开了,男人见我笑了,忙松了一口气,只是还没等她开口,我认真地看着她说道, 我不知道你是谁,也不知道你来找我是干什么的,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,我没时间继续陪你了,我还要回去上网课,我费尽地搬起两箱泡面,艰难地继续朝着宿舍走去,男人原本愣整地给我让出了一条路,可随后她大喊道,林雨薇,我是你的亲哥哥周振宇啊。 哐当,我手中的泡面滑落在了地上,若是以往我肯定会心疼地翻看泡面,看看有没有摔坏,可现在,我不敢置信地回头看向周振宇,你说什么,你是我哥哥,周振宇肯定地点点头,大步朝我走来,他向我说着这些年的点点滴滴,当年我的亲生父母是有名的企业家, 对家为了报复父母,偷偷买通了家里的保姆,将刚出生几天的我卖给了人贩子,等到父母回家的时候,为时已晚,这些年他们发挥了一切能寻找我的途径,想要寻求我的下落。 前几年,父母得知了有人知道我的下落,可那消息是对家特意传播出来的,目的就是为了在父母的车上动手脚,刹车键失灵,父母死在了寻找我的路上,不知不觉间,我早已泪流满面,明明我不认识周振宇,可我却下意识地相信了他的话,我推开了他朝我伸过来的手,大吼道,不可能,我的父母还在家中等着我, 你一定是骗我的,听到我提起父母,周振宇的面色一冷,他冷硬地说道,买买儿童是犯法的,如果不是他们买走了你,又怎么会导致我们一家人分开了这么多年,况且你现在还没成年他们就逼你出来打工,这样的父母你为什么要替他们说话,我一定会让律师起诉他们,让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,见周振宇的神色不似作为, 我心下一慌,我走到他面前,央求着说道,不,我来工厂打工不关他们的事,是我非要辍学来的,为了防止周振宇真的起诉父母,我老老实实地坐上了他的车,一同回周家,途中,我在手机上搜了周家的信息,这一搜,吓得我差点没从车上蹦起来,周家在周老爷子的带领下, 这些年逐渐坐到了全国首富的位置,不仅如此,周家在海外市场也有一系列成熟的产业链,在众多介绍中,参杂了一条新闻,周市总裁夫妻在山路上横遭车祸,无一幸免,看着新闻上两人的黑白照片,我流下了泪水,这一刻,我对周振宇的话又信了几分, 照片上女人的脸,和我有九分相似,若是我们两个人站在一起,恐怕没人会不相信我们俩是母女,而我自幼在父母身边长大,周围的邻居总会说我长得不像父母,该不会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吧,每次听到这些言论,我总会自己偷偷躲在房间里大哭一场,每当这时,母亲就会带着我上门找那些嘴碎的邻居理论, 每次看到母亲为我据理力争的面旁,我的心里总觉得暖暖的,你现在告诉我,其实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,而是从人贩子手中买来的,这让我该如何相信,一旁的周振宇注意到我低落的情绪,他像鼓足了勇气似的,将一份视频递给了我,而视频上的主角,个人就是我的父母,视频里,父母表情局促地坐在家里的沙发上, 沉默良久后,父亲眼眶通红地说道,小薇啊,其实我们并不是你的亲生父母,你妈年轻的时候曾不小心流过产,医生说你妈这辈子都在男友运了,我们本想去福利院领养一个孩子的,结果却看到了有人抱着你想卖掉,我和你妈不忍心,于是把你买回了家, 这些年我们提心吊胆的,如今也算是彻底放心了,小薇,是我们对不起你,说到最后,父亲气不成声,我如遭雷迹般定在原地,迟迟没有动作,片刻后,手机如同烫手山芋般被我扔回了周振宇的怀里, 是不是你们逼迫我父母这么说的,我怎么可能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,这些年他们对我这么好,他们怎么可能不是我的亲生父母,我前言不搭后语,有些崩溃地说道, 这些年我和父母相处的一点一滴浮现在我的面前,他们会在我每一个生日上送出最真挚的祝福,会给我买漂亮又精致的蛋糕,不管我每次成绩怎么样,他们总会抚摸着我的头宽慰我,然后带我出去吃一顿大餐,如此种种,数不胜数,周振宇叹了口气,将我揽入怀里,我知道你现在还接受不了这些,我不逼你, 我给你时间慢慢适应,接下来的一路,我都安静地坐在一旁看着窗外,不知不觉间,我竟然睡得过去,等我醒来的时候,车辆停在一处豪华的庄园外,我被眼前富贵的庄黄镜地屏住了呼吸,周振宇见我愣在原地,以为我是不满意这里,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,这里我能买到最好的房子就是这里了,只能心委屈你在这里住了, 快跟我一起进去吧,爷爷和哥哥们都在家里等你,看着面前大的仿佛和学校一般的庄园,我有些不敢置信地看向周振宇,住在这里,还是委屈我了,土豪的世界果然不是我能想象的,我有些紧张地跟在周振宇的身后走进庄园, 根据他的介绍,如今庄园里还有爷爷和三位表哥在家中等着我,我是这一辈里唯一的女儿,你不知道家里的长辈盼一个女娃娃盼了多久,你本应该在我们的宠爱之下长大的,可,建州振宇又要哽咽,我连忙打断了他,好了好了,我都已经回来了,你也不用这么赶山了, 不是说爷爷他们还在等着我吗?别让他们等的时间太长了,我们快进去吧,我嘴上虽然在催促着周振宇,但内心还是有些紧张,虽然周振宇说家里人都很期待我的到来,但毕竟这么多年都没有见过,对我来说就和陌生人无异,我所有的情绪,在打开房门的那一刻彤彤消失了, 只见客厅的正中央挂着我亲生父母年轻时的结婚照,照片上的女人和我如今的模样一般无二,一位老者走到了我的面前,眼眶微微泛红,我认出了他,他就是如今周家的掌权人,我的亲爷爷,次日起床的时候,我还有些懵圈,看着房间里粉嫩的装饰,我才确定我经历的这一切都不是做梦,昨晚我和周老爷子聊了许久, 最后我已担回周家的要求,让周家取消了对养父母的起诉,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用过上从前在工厂里12个小时不停歇工作的生活, 我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学任何我想学的东西,可不知怎么,我竟有些坐立难安,周老爷子看出了我的不安,他递给了我一张黑卡,告诉我可以约朋友出去逛街放松一下,我本想约工厂里熟悉的工友, 后来想想就放弃了,经过了沈默默仪式之后,我对外人多了一丝警惕,有些人可以共患难,但未必能同享福,在街上闲逛了许久,我最终走进了一家从前我一直想来却因为囊中羞涩不敢走进的餐厅,等我坐下点菜的时候,耳畔突然响起了熟悉的声音, 我抬眼望去,发现正是沈默默挽着经理的胳膊,面露不屑地瞧着我,她上下打亮了我一眼,怪笑着说道,林雨薇,你之前这么说我,我还以为你会守着你的真结过一辈子,你现在还不是和我选择了一样的路,你身上这身衣服不便宜吧? 是上次那个小白莲给你买的,还是你又找了新的金主?沈默默的声音在安静的餐厅里显得格外突兀,她看着我的衣服面露极度,好像一定是我出卖了肉体才能获得这一切,已经有不少人指指点点地朝着我们这边看来,更有甚者,已经拿出手机偷偷录像了,沈默默以为我还会像之前一样忍气吞声, 所以才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肆无忌惮地羞辱我,可如今我又不用在工厂里看人脸色,自然不会再灌着他了,我随手将桌上的一杯冷水泼向沈默默,眼睛脏的人看什么都是脏的,我给你洗洗眼睛,不用太感谢我,我肯定是不会像你一样指挥衣服着男人得到这一切。 周围有不少人笑出了声,看到周围人幸灾乐祸的面旁,沈默默当即伸出手就想冲我打来,我轻而易举地拦下了他,他愤恨地看了我许久,随后笑出了声,林雨薇,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你家里还欠了不少钱吧? 如今你没了工作,靠着别的男人养活你,你说这件事要是让你父母知道了,他们会怎么想你,我有些失望地看着他。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是真的把沈默默当成了我最好的朋友,没想到他现在居然会变得这么陌生,不过同样的招数用一次就够了,用第二次,就容易被人抓住马脚。 沈默默,你只记得别人的家庭,难道忘了你自己的了吗?你是由你爷爷奶奶带大的,父母早些年进城打工,早就把你们给抛之脑后了,如果你爷爷奶奶知道了你委身于一个能当你爹的男人。 两位老人家会怎么想?沈默默当即喊来了服务员,她因为愤怒连面旁都变得有心有躯,这种人你们凭什么能放进来? 她就是一个见不得光的情人,凭什么能和我们坐在一个地方吃饭?你们要是不把她赶出去,信不信我投诉你们? 沈默默知道来这个餐厅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,肯定不愿意和人品低劣的人在同一个餐厅吃饭。 所以她拼了命地诋毁我,想借此打压我在所有人眼里的形象。果不其然,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开始低声抱怨了,只不过他们抱怨的人并不是我,而是沈默默。 沈默默从进餐厅就开始大吵大闹,已经严重影响了别人吃饭,服务员犹豫地看向沈默默,似是在思考该如何将人给赶出去以平息众怒。 沈默默对上我似笑非笑的目光,以为我是在嘲讽她。 她咽不下这口气,从包里拿出了餐厅的贵宾卡。 她大声说道,我是你们餐厅里的白金会员,我命令你们把她给我赶出去。 在沈默默的世界里,好像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,可她不知道,她这一动作无疑是惹怒了在场的所有人。 正如她所想,来这里的人非富极贵,她有的贵宾卡自然别人也有,甚至可能比她的更为尊贵。 她想一拳压人,自然有很多人看不下去。 一位看着很年轻的女生率先站了出来,她全身都是高定,就连身上戴得不起眼的戒指都要大几万。 她面露不屑地说道,白金会员很厉害吗?我是餐厅的黑金会员,是不是也能让保安把你给赶出去? 从你刚才进来我就注意到你了,那位女士和你无冤无仇,你非要上去找人麻烦? 你说人家被包养了,我看到是你更像被包养的那个吧? 沈默默背对得哑口无言,但从女生的穿着来看就能推断她的家世不凡。 沈默默自然惹不起她,因此她只能愤恨地瞪着我。 最后,沈默默骂骂骂骂地被安保人员给请了出去,等待她的是惊力无情的巴掌以及辱骂声。 她带沈默默出来是想给自己长面子的,而不是让她出来树敌的,望着两人离开的背影。 我有些无奈地摇摇头,把自己的全部寄托在别人的身上,这种事本就是不可靠的。 我低声向女生道谢,并主动替她付了这次的饭钱,女生却毫不在意地挥挥手,我就是看不惯那人一脸的绿茶样。 我被女生的话逗笑,可也没了继续在这里用餐的兴致,看到一旁的商场,我在心底思索着用之前的工资给家里人买一份礼物。 我已经回到周家很久了,但还是始终没想出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他们,可他们丝毫不介意我略显冷淡的态度,依旧亲近待我。 突然,我透过商场的透明玻璃看到了柜子里卖的手表,我当即走了进去,可就当我想询问柜姐的时候,一道声音从我身后响起,那个手表我要了,给我包起来吧。 看重的手表被人拿走,我有些不悦地回过身望去,却发现是去而复返的沈默默,她玩味地把玩着手表,少有兴趣地说道,你们可别什么人随随便便地都放进来。 她穿着一身A货,怎么可能像是能买得起这块表的人,像这种人,就该拦在商场外,让她进来我都觉得这里的空气被污染了。 沈默默可真是会睁眼说瞎话,明明刚刚还在嫉妒我穿得比她好,现在就开始说我穿假货了。 我原以为这里的柜姐至少会有些眼力见的,没想到也开始跟在沈默默身后阴阳怪气了,小小年纪就这么虚荣出来穿假货,真是降低了我们品牌的档次。 这位小姐,你自觉点的话就自己出去吧,别让我赶你,那样就太难看了,沈默默顿时面露得意地看向我。 她的表情似是在说,看吧,你注定是要输给我的,可这时,一双手揽住了我的肩膀,我抬眼望去,发现居然是匆匆来到这里的周振宇,我微微镇住。 周振宇此次来到外省找我本就是推掉了公司里许多会议,再找到我的那晚,她就连夜赶回了公司处理事情,算上离开的那天,她应当是不休不眠了几天才能这么快回来找我。 我的心下顿时十分感动,沈默默看到周振宇时微微亮起了眼眸,顺着她的目光看去,原来周振宇的手上正戴着某家的高定手表,市价一百万,再结合上次的豪车,恐怕如今周振宇在沈默默的眼里就是一个香波波。 但上次周振宇说的那么难听,我以为沈默默不会再上前搭话了,可我还是低估了她的厚脸皮程度。 她走到我们面前,一个错身将我给挤了出去,她仰着脸,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格外无辜。 她眨着眼睛说道,这位先生,咱们上次见过面的,要我说林雨薇跟您一点都不合适。 她以前在我们厂里就喜欢吊着那些追求她的同事。 下一秒周振宇审视的目光朝我看来,我心下一惊,该不会她相信沈默默说的话了吧。 就当我想解释的时候,周振宇赞赏地说道,这么多人追我们家小薇,说明她有魅力,而且难道那群臭男人追她,她就要答应吗? 她又不是垃圾桶,什么男人都要。 周振宇明目张胆地袒护,静意是让沈默默傻了眼。 她以为说出这些话会惹得男人吃醋,从而引发我们两个人的矛盾。 可周振宇是我的亲哥哥啊,不论我做了什么,他总会站在我身后支持我。 想到这里,我面上扬起自信的笑容,上前故意拦住周振宇的胳膊说道,怎么办呢沈默默? 你这些小把戏根本就不会离间我们两个人的感情。 反而衬得你,格外像个跳梁小丑。 说完我不再看沈默默,拽着周振宇走到我刚刚看中的手表面前, 一一指给他看,我本来想给你买块手表,正好你来了,你看看你喜欢哪一个。 沈默默气急,伸手将我看中的手表全都摔碎在地上,看着满地的碎片,沈默默得意地笑出了声,我得不到的东西。 你也别想得到,沈默默眼底的阴痕吓到了我。 我忙拉着周振宇后退了几步,他该不会是疯了吧? 想起沈默默做过的种种,我在心底愈发肯定了这个想法。 我推了一下同样被吓到的贵姐,提醒道,他把这些手表全都给摔烂了。 你还不赶紧让他赔钱? 贵姐如梦初醒般,忙拿着刷卡机走到了沈默默的面前。 和沈默默低沉不同的是,贵姐浑身透露着兴奋,这些手表虽然全都砸烂了,但业绩还是算在他的头上。 地上这些手表,零零总总加起来也要几十万了。 这一单,贵姐真是赚大了。 可沈默默哪里有这么多钱? 就算将经理给他的卡刷到了,也还差了二十万。 他指着一旁看戏的我说道,你们是不是一伙的,就等着来坑我的钱,我要报警,告你们敲诈勒索。 沈默默的脑子当真是和正常人不一样,刚刚贵姐还为了她阴阳我,现在又说我和贵姐是一伙的。 一旁的贵姐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,他意识到自己很可能看走了眼,可现在手表已经全都被沈默默砸烂了。 他肯定不会放走沈默默的,也是贵姐一边拽住沈默默,一边大喊着让保安过来。 最后,就连店里的店长都被惊动了出来。 在所有人的见证下,以沈默默刷爆了自己名下三张信用卡结束。 正当我想和周振宇一同出去的时候,店长突然喊住了我们,请问,是周总吗? 见刚刚一脸冷漠的店长此时正点头哈腰地站在周振宇面前,沈默默极度的脸都变得有些扭曲。 他只能愤恨地看着我,用口型说道,你给我等着。 置于一旁的贵姐,此时正面色惨白地垂着头,生怕身边人波及到他。 显然周振宇自然没错过贵姐刚刚说过的话,他似笑非笑地说道,我可不敢和店长谈关系,毕竟刚刚您的店员都在说我们寒酸,买不起贵店的手表。 店长文言恶狠狠地瞪了一眼身旁的店员,他笑着说道,底下的员工不懂事,等下我就让他结工资走人。 像这种拎不清的员工,我估计也没几个人敢聘用。 文言,贵姐几乎是贪软在地,轻飘飘的一句话,就决定了贵姐的未来,毕竟被开除了还可以再去下一个地方工作,但若是得罪了人,被穿了小鞋,那恐怕以后都没人敢用他了。 出了门后,周振宇轻轻拍了拍我的头,宠溺地说道,以后出门在外,你不用担心会给家里人带来麻烦,你是周家的孩子。 无论你做什么都会有家里人替你兜底,周振宇用实际行动向我证明了家人的含义。 这一刻,我彻底放下了心中的芥蒂,和周振宇并肩向着商场外走去,只是我们刚一出去,就看到了前面围观的人群。 我好奇凑近看了一下,发现里面的主人公竟然是沈默默和经理,以及一脸愤怒的经理的老婆。 原来沈默默刚刚刷卡的提示消息惊动了经理的老婆,经理的老婆顺着消息赶到了商场外,果然抓到了经理和沈默默。 此刻沈默默的衣服已经被撕开大半,再这样下去恐怕会走光。 沈默默哭得鼻涕眼泪糊了一脸,哀求着路人能帮帮他,可路人唾弃他破坏别人的家庭。 还有人趁机开启了直播,企图从中能蹭些热度。 我只看了一眼,就拉着周振宇离开了。 周振宇有些不解,你们两个人不是有仇吗? 怎么如今他烂了难,你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。 如果今天是你出丑,恐怕他不仅会看到结束,还要落井下石一番。 见我无意大话,周振宇便也没继续问下去。 刚刚在人群中,我和沈默默对视了一眼。 他仓皇地看了我一眼,很快便垂下了头,似是在我面前出丑,让他觉得极为屈辱。 我本就没将他放在心上,自然也不会看下去。 眼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,莫过于陪着我的家人,再知道沈默默的消息。 已经是几个月之后了,公邮给我发来了消息,冲我说着沈默默如今的下场。 经理的老婆逼着沈默默把夫妻共同财产还回来,可沈默默还不起,惊动了他远在异乡的父母。 他的父母当机立断,将他卖给了同村的老光棍,将彩礼钱赔给了经理的老婆。 一开始沈默默还想逃跑,被老光棍打断了一条腿之后就老实了。 如今沈默默已经怀上了老光棍的孩子,正在家里安心养胎。 至于经理,被他老婆将他干的那些破事全都一股脑发给了公司。 这下经理不仅要被解雇,还要面临赔偿公司的风险,又因为经理是婚内出轨。 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几乎全都被分给了他老婆,如今经理既没工作也没有住的地方,已经沦落到在大街上行起的地步了。 至于我,早就将户籍签到了周家名下。 在我的建议下,周老爷子同意将养父养母搬来和我们住在一起。 如今我们一大家子住在一起,过得好不开心,放下手机后看着客厅里盲成一团的众人。 我笑弯了眼。